我今天是不是很挑機魔 那下次是不是不會再去考慮 是啊 大家好 歡迎收看耳智大國際 欸?欸? 欸?欸? 一大清早 原來也不算清早 一點人兩點 那今天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Google 發了一封email過來 就說這個Google Assistant 就有新功能 那新功能又說什麼 可以保育廣東話 應該是Google Assistant 終於有廣東話吧 Google Assistant 一直都忙的 直到今年 忙活 好耶! 那我和Odman現在就慢慢前往這個 好啊 就是Google的總部 香港 不是 若然去到只有這樣的消息 告訴我們 那我會問 你會翻台 人家會走路 當然是Google看 我不說一下 下次就不請你 說一下而已 對不起 謝謝邀請 好 謝謝 下次拍一張 我們昨天不拍一張 我們昨天不說 正常開啟應援成績 自動幫你開啟 但他就不會拍攝的 但是如果你還沒拍 你會不會拍攝的 你會不會拍攝的 不同 都是 有沒有可以說 等他準備好了 幫我自拍 那這個東西大概都不一樣 唱首歌來聽 但它是錄了還是... 有錄了幾個 它叫做廣東話 即是你們是香港的辦公室工作了 是Google的同時 好像挺漂亮 挺漂亮 挺漂亮 我拿杯咖啡 會失敗的 哇 嚇一跳 現在要喝什麼 不用喝杯吧 我放棄了 你要喝齋啡 喝水算 我發覺Google上面的胡椰酥 和吞拿魚餅都很好吃 你說到觀眾可以試 已經好味道想做食品了 廣東話版的胡椰酥 那我們有 那我美國不夠厚 應該可以畫東西 試一下吧 英文都可以 不如試一下 你知道嗎 然後他聽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 怎麼都不明白 這個是什麼來的 你可以猜猜今天這個地方是最熱的 你會不會知道 你認Google的嗎 是啊 但是我們等一下 你先猜猜 你先猜猜 可能你認 可能你認 OK Google 柳西蘭天氣 13度 也不太熱 我們就可以知道現在的 威靈是13度 我們繼續看下去 7度 Google Assistant 兩個一樣 OK 那你贏 你可以做Google Assistant 那若然我真的在問的時候 是一個很生氣的情緒的時候問 而想說我粗口 他會不會有什麼好看的 現在呢 他跟其他人一樣 都是在學習的 即是我要教他 你再說多一點 你等到他可以學習自己 我相信他很快學會 即是你覺得很多人教他 其實Monti的時候 應該很快學會 現階段呢 我們就提供了 最幫助你日常生活的功能 即是他邊做邊學 對啦 因為對於人來說 即剛才你們會聽到Ben Sir說的 因為 因為 不是 Ben Sir會說粵語文化 粵語對於全世界的人來說 都是其中很難學的語言 對人也是 更何況對機器 所以其實目前上 都沒見到他 完全全好 口越發達 但是他透過時間 會越來越學越好 即是我要期待一下 對呀 等到你的電話可以下載到的時候 你也可以多點跟他聊聊天 他會弄到 不是呀 若然他有一天突然認識錯 就是我教的 是 你想他給他 我們去完一個checkpoint 又可以去拿蝴蝶酥和噴一下 咦蝴蝶酥夾了 蝦球 麻煩 我就是google 對呀 麻煩幫我夾個蝦球 沒有問題 已經夾了一個 請問你想要多少個 麻煩夾多個 你可以從邊沒有阻礙人嗎 對呀 我去到哪裡都是阻礙人 請你 麻煩我想增值 我想你自己增值 麻煩你 麻煩你可不可以自我根植嗎 譬如說你先有了起床 很忙碌的 我用不著我 你也可以 不然他說 我都給我聽 哈哈 手動不到都很麻煩 我現在在想那個時候 如果身上手動不到那個情況 是甚麼情況 被鬼摘 我被鬼摘 哈哈 在YouTube 過章 過回時角 OK 嗯 我就叫他在YouTube 過章 來吃的歌 每個人都吃的 會是吃的 玩點呀 年輕人 我想跟OpenEye說話 沒有問題 可以加關鍵 彈出來的選擇 是你平時那類人會選擇 還是整個伺服器的人 用完之後給他 他覺得很多人會選擇 都有可能 因為Google了 對 那譬如說我想 適合拿來拿來拿來拿去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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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選擇 Vulu是甚麼 拿飛 喔 所以我選這一 당 Fargo 我想排隊 那你就可以拿飛 کے bele 玩什麼東西吃 需要unken嗎 我沒有問題 好,10秒 放了3個由英文染化而成的廣東話詞 哇,怎麼那麼多? 巴士、的士、咖啡 波伯樂 巴士、的士、咖啡 3個英文巴士、的士、咖啡 好,正確的 好,都是你見的 波伯樂 對,廣東話有點自信 封什麼? 封尾 對,微微微微 封尾一弦 這是什麼殺? 對,微微殺 那為什麼不是微殺? 這是對Google 助理的一個大考驗 好,接著要怎麼寫呢 是不是? 都不知道 就是,黑眼睡 他那隻是黑眼睡 特棒 讓全場觀眾 ublik 黑眼睡 我真的拿到三個獎品 合眼法 膝頭哥還是波子 這個字正因為膝頭 但膝頭科是甚麼? 這個質地是甚麼? 你想想那個步手 那個步手就是這個質地 好 看看答案 這個膝頭科 原來讀過波子 他用廣東話的同學 有甚麼廣東話 有班 有隻雀跌落水 甚麼甚麼 唱錯 我怕我唱錯版 有班還是有隻? 有隻 有隻雀跌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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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落水 跌落水 剛才幾個例子 就顯示到 我們人類剛才的 語音、語意、詞彙 如果放在他們的 Google 助理 他所面對的困難都相當多 我們大家都是用母語溝通的情況之下 你這樣去分析 已經是另外一個層次 你還要教部機器 形式剛才的特點 難處 所以 縱使是這樣 你會看到 Google 助理 不斷研發 也要去不斷學習 學習和研發 是齊上齊學的 這樣才能夠成事 有些剛才說了變調的 黑蒙蒙 黑蒙蒙 你又喜歡說爸爸 你又喜歡說爸爸 這樣 爸爸和爸爸 很不同 現在興起巴士 齊上齊落 和巴士 知不知道什麼叫巴士 巴打和私打 加起來 將打字 這個common vector 抽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數個 開店 Factalization 明白嗎 那就巴士 你要Google 知道那個 巴打是來自brother 私打是來自sister 這是很複雜的一回事 Google 根本是難上加難 到語法的問題 今天很熱 今天很熱 和今天很熱 和 有很多不同的 Ben Sir很靚 其實是在表描的 你說Ben Sir很靚 我顯示到你那個熱情 是不是 Ben Sir很靚 和 拉開了 軟一軟 那Google敢不敢 感受到 當中那種 那種 不是Ben Sir那種 那種 那個detachment Ben Sir很靚 和 那個機器 懂不懂 當然啦 我們去挑戰這部機器 當然可以找到 一萬八千幾個 來挑戰它 只不過 這個不是說 Google的問題 Google 你一路懂 一路學 一路出一些東西 這就是我們 人類很自然的學習 那整件事 完了 我今天很挑機 我說 他下次不會再想 對 你不斷問別人 可不可以說髒話 我想他現在面是完全 正常 很成熟 現在可能是三個月的寶寶 我剛才聽 我剛才聽說 我剛才以為 都沒有什麼大筆理 但剛才Ben Sir說的 真的精彩 我自己說 下次有什麼發現 最後一說 那就 那就不要回答電話了 記得訂閱DG大哥仔 星期一和星期四出片 那下條影片再見 記得訂閱阿文 還有 還有搞事君 謝謝 好 下次見 拜拜 OK Google 我們來上課了 阿文準備好了嗎 難 難 年輕吧 就當閃耀的少年 無需怕 什麼真實的 好